猜测的话就两个主要的考量 一个考量就是不能发挥功能的 我们猜测 或者是完全没有功能的 我们猜测 另外一个考量就是 他离我们的大使馆 或者我们代表处很近 比如说巴拿马的Golom 他离我们大使馆 高速公路开了以后 只有几十分钟路程 约宝也是离Pretoria代表处 几十分钟的路程 这个都是没有任何理由 那么猜测最主要 就是能够希望把有限的 这个经费跟人力资源 做最有效的运用 那么谈到这个 要让外交部能够 绩效效力能够发挥出来 关键还是经费的有效运用 跟人力的资源的能够发挥 所以我上来以后 在这一方面 除了刚刚所说的财色一部分 但是我还是要增设 因为有些地方 我认为是需要增设 正在进行 目前暂时不变 这个是属于外交机密 根据我的常识 是属于外交机密 我们确实在进行 有热干地的地方 到时候我相信 等明朗化以后 我们宣布 大家也都会认同